大家好我是杨姐 大家知道吗 我本来想去买这个枯叶 大家看一下 买到这个 这个是那个80后小朋友 当时换在我家里 他说他不要了 然后我就给他留了 外我给他录一下枯叶 他就这样子烂掉了 大家看一下头头 下面一个头 哪一个小头 哪一个小头 哪一个白的都烂了 哪一个小头 都危险大家看一下 整个就是这样 有点像菠萝 他这个烂掉 为什么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你看用什么种的 我给你倒出来 我这个我要倒起来 这个我倒在我这里 我还舍不得 他这个土 大家说用这个土度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用这种土度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这不是我家里的 先看一下 大家就是说用沙子种 用沙子种 用沙子跟营养度合起来种 你看一下 他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这样子的 我 我赶紧叫我老公 过来 帮我拔一下 你看看 其实以前很炸 就烂掉了 我还不知道 怪不得他这个 一直不炸 一直就这样 就这样干掉死掉 干掉死掉 然后我没怀疑他下面 下面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 你看 这时候 他下面就是说 他就是 死克 这个土 都是湿的 死克 都是湿的 盆也是湿的 大家看 他下面还愿 用颗粒土 愿一点 愿不多 他留在我家里 没几株 从来没花根 没有几株 多肉了 就是你看 一株株都没活成 你看 还有一株是什么 还有就好像我也荒盆了 是烏木 烏木也荒盆 也死了 我那天没拍视频 我就 我就没拍视频 住在白荒盆里面 你看 你看 你怎么能够度下 他就从来没有花根过了 我没有去 去挖出来 我就这一盆 我还会这个很好眼 我还会 我还会这个雪 应该需要雪山嘛 我还会这个很好眼 也没去动它了 所以都知道 我家里 绝对没有这样的图了 是不是 大家现在可以看见了吗 啊 大家还说用沙可以种的 大家看 这个就是用沙子种的 啊 结果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我一定要给大家拍一下 嗯 如果大家说这个品种是 这个品种的原因 那我没得讲 就这个 你看 我把它切开 我也不懂这么说了 总之 我就说 他留下的 就是 一盆是 一盆是 花丝 花丝可能没什么问题 花丝跟土 还有一盆就是 乌木 绝对乌木是白白的 我已经 已经划掉了 就是也是 烂根了 也是这样子 烂心了 都烂掉 大家看一下 其实大家 应该这一盆来到 我家都已经烂了 一直烂了 然后烂到最终烂到这样 我今天才发现 哎 今天我 我还会去扒这个 扒这个业面 我还哭的 我怎么头被扒掉了 哎呦 我受不了了 我说 我怎么头扒掉了 我说 大家就这样子了 所以说 大家下面不发羹 羹一直烂的 羹一直烂的 然后 它就慢慢的腐烂上来了 那就这个图了 大家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图 大家要不要 要不要自己去想一下改成 如果在羊台 它其实开头也是养在羊台里面 然后可能水一直不干 然后就渣秒了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这样子了 啊 很好的一株多肉啊 哇 好可惜的啊 好可惜的 啊 可惜可惜 我其实还没有这个品种 我还挺喜欢的啊 我我我我因为我这次 没有把把这个图 它的图问题 我还会不会这么严重 啊 我还有一盆 但是不是他这样子的 我都长得很好看 一下 我拿出来 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在哪里 我去洗手洗一下 我去洗手洗一下 因为刚才它那个烂的我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一盆 我这一盆 我自己种的人家 比他后面种的都长很好 嗯 没有像他那样出现问题 他 我当时买回来 也是暖暖的嘛 啊 这这些草 我家里很多这些草啊 要把这些草拔掉 根又又很会长 你看 比比那个多肉长来 你看大家 你看我这些 我这个 人家我已经长了 已经 已经 已经活了 冻了 已经冻起来了 嗯 虽然下面也有很多的枯叶 夏天在白 哦 天气好的时候 嗯 你看是不是我已经 活了 有点像他这样 但我业品很大 我冻间都已经长新叶了 他没有长新叶 但是 但是买回来 他也是 下面 呃 球球也是挺大的啊 非常大的球球 我觉得跟他一样的 因为我会记得我这一房 也是这样大球球的嘛 大球球的你看 是不是 就是大球球的 是吧 我现在就害怕了 等下也像他那样开掉了 啊 啊 啊 今天又给大家看了啊 困土的重要性啊 好大家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哈 大家自己 思考一下 啊 这个就是 这个802小朋友 记载我家里的哈 这一盆叫雪山 有的人 好像我平时有拍 就是他叶子就是这样搭拉的 我还以为这个品种就是这样子 我也没去 因为没养过啊 啊 没有养过这个品种啊 所以大家今天看一下盆度 给他倒一下 我就知道他如果多了中性问题 基本就是图问题的 啊 今天的视频啊 就快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场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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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